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港版國安法草案曝光 港人舉行三罷公投對抗惡法 減少不平衡貿易 印度擬提高中國產品關稅 中國大陸蘇州台商企業被霸佔 求助無門 疫情還沒有消退 韓國開演白老貴1月劇 一連三天的中共人大常委會議在週六結束 傍晚正式公布了香港版國安法草案內容 一共有6章66條 根據港媒報導 港版國安法草案規定以下內容 北京必須設立駐港國安公署 負責分析及研判香港國安形勢 並在特定情形下 對香港國安案件履行執法權 另外 港府需成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並由北京指派一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港府執法檢控和審理等機構 也都必須成立專門部門 此外 草案雖沒有禁止外籍法官審理國安案件 但法官必須由特首指派 有別於由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 指定法官審理案件的傳統 另外 草案也未把取消資格制度化 香港人得宣誓擁護基本法 簽署效忠港府的文件 以阻止民主派議員在今年9月獲得過半數議席 由於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週六 香港民間組織以及學生團體 共同舉辦了三罷公投 他們要透過罷工 罷課以及罷市的方式 表達對港版國安法的強烈反對 公投時間從早上10點進行到晚上8點結束 據這反國安法罷工罷課公投標語 這一天 香港民間組織與學生團體 發起三罷公投 抗議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這次會可能把香港我們整個公民社會 這麼多年發展出來的一種自由思想 對民主的訴求全部壓垮 在最後這個時刻 我們打不過警察一定的 我都沒有坦克吃那麼厲害 我們只是想在我們最後這個時刻 真誠的出來說一些真心的說 如果說真心的話 就算我們明天就不能再說了 但是我們其實這一刻我們也要出來說 港人的擔憂表露無疑 這次公投門檻 至少要取得6萬名會員投票 贊成率達6成 並有8成的參與公會通過 才會發起聯合罷工 而中學生方面 一旦投票數達到1萬名 並取得6成贊成票 平臺就將發起罷課行動 共設兩項議案 包括反對港版國安法在港實施 以及以罷工或罷課的方式 阻止國安法實施 他們是想要控制全世界 都去臣服於他們 聽他們的意見 中國的政權去打壓我們在線 所以就算其他國家要去制裁他們 我也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國安法的問題 那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性問題 因為這個條例 沒有了很多的自由 那所以我們現在有機會的 就要把這些爭取一下 從早上開始 投票所陸續出現人潮 牆上也貼了投票據點的資訊 香港中置秘書長黃之鋒 更透過擴音器呼籲港人投票 表達反對港版國安法的強烈決心 新唐人亞太電視梁珍 趙婷玉香港報導 中共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今天閉幕 報板正式公布了草案內容 預計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可能通過 另一方面 國際持續試圖搶救香港 歐洲議會通過草案 要求歐盟保衛香港的高度自治 萬一香港自由和人權出現了進一步惡化 將為香港提供救生艇計劃 歐洲議會在19日晚間以565票對34票 大比數通過保衛香港高度自治草案 義大利歐洲議會議員比佐托 譴責中共不只在鎮壓香港 更是對民主的最大威脅 草案通過24條細則中包括以下重點 要求歐盟在自由與人權進一步惡化時 為香港公民設置救生艇計劃 要求歐盟以經濟手段挑戰中共對人權的鎮壓 以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迫害人權的中共官員 要求歐盟禁止出口中國侵犯人權相關技術 包括網路監控技術 呼籲歐盟成員減少對中國經濟依賴 包括5G 平反六四與對香港鎮壓 與國際盟友合作 強化台灣民主 立陶宛前總理庫比劉斯與香港人民 站在一起譴責中共 他指出中共是一個脆弱政權 十分畏懼民主 這讓他回憶起蘇聯政權如何倒台 中共越壓迫香港 越證明他們越害怕民主的小島 台灣 第十三屆中共人大常委會 第十九次會議二十日閉幕 人大常委譚耀宗指出 這次會議只有出審香港版國安法草案 一般情況下 人大常委會兩個月開一次全體會議 譚耀宗表示他沒有收到加開會議的通知 如果加開會議 將可能加速香港版國安法的立法進程 新唐人亞太電視江紫陽編譯 周五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哥本哈根民主峰會上發表演說 他表示 將制裁那些破壞香港自由的中共官員 周五 針對香港形勢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美國正在考慮如何制裁破壞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 九月份 香港將舉行立法會選舉 蓬佩奧認為國際社會對此應密切關注 談到周三和楊潔篪的會晤 蓬佩奧列舉香港 新疆 印度 南海 中共病毒等諸多問題 指出中共行為已對全球構成嚴重威脅 蓬佩奧還談到 中共正迫使歐洲國家 在自由和暴政之間作出抉擇 他希望歐洲不要因經濟利益而犧牲價值觀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截至6月20日 中國大陸以外 至少870萬人確診感染了中共病毒 超過45.8萬人死亡 在多個國際組織提出建議之後 北京改口不再稱三文魚是新一波疫情的原因 也不再對進口食品施加限制 而巴西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數 已經超過了100萬人 近期爆發疫情的北京 正在追蹤第二波疫情的起源 最初說來自進口的三文魚 不但超市下架三文魚 也停止進口 但在經過全球多個國際組織 與單位提出專業意見後 中方改口三文魚不太可能是疫情 再次爆發的原因 海關總署官員也表示 不會再對食品施加限制 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馮璐兆 在簡報會上表示 沒有證據表明 通過使用包括海鮮產品在內的食物 會經由消化系統感染中共病毒 海關部門稱 在6月11到18日間 對超過47,000件進口海鮮、肉類、蔬果 以及包裝和冷凍樣品進行檢測 所有都對病毒曾陰性反應 再來看正在解封的美國 紐約州長庫默在週五召開了最後一期 中共病毒疫情簡報 他感謝疫情期間人們的付出 同時宣布紐約市將從下週一 進入第二階段重啟 美國週六累計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數 接近230萬人 死亡共超過12萬人 俄克拉荷馬州有幾位民眾請求法院規定 週六在塔爾薩參加川普總統競選集會的所有人 必須佩戴口罩 遭到該州最高法院駁回 法院週五裁定要求所有集會者戴口罩 沒有明確的法律授權 此外 在週五 美國拒絕了中國4間航空公司 增開每週航班的要求 美國運輸部聲明表示 這是為了保持兩國之間定期航班的對等 巴西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數 週五累計超過100萬人 死亡人數累計到49,000人 歐盟領導人週五召開視訊峰會 同意需要採取緊急行動 擺脫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 這是歐盟首次對7500億歐元復蘇基金展開協商 但由於意見分歧 27國決定7月舉行一次面對面峰會 希望能在7月底達成協議 新唐人記者李梅綜合報導 印度總理莫迪週五就中印邊境衝突召開了全國會議 而印度民間掀起了全民抵制中共的抗議浪潮 當地時間週五下午 印度總理莫迪主持全國各黨派視頻會議 並就中印邊境衝突問題發表講話 強調印度士兵用生命捍衛了邊境的安全 為例子 以上 nosso post 在任何其他局會議 莫嚴峻 在我們的二世集 。 莫迪表示 在雙方的致命衝突發生後 政府一方面給予軍方採取適當措施的自由 另一方面通過外交途徑 向中共澄清了印度的立場 埃拉、平衡和友誼 但是 自己的優秀 我們為了保護 莫迪同時表示 印度從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壓力 今後將在邊境地區加速推進 對國家安全有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 週五當天 大批印度民眾來到中印爭議邊境附近 悼念在衝突中喪生的20名印度官兵 同時高喊勝利屬於印度母親的口號 而過去幾天來 印度爆發了全國範圍的集會和示威活動 追責抵制中共及中國產品的呼聲此起彼伏 儘管中共官方一再否認挑起衝突 並閉口不談軍方的傷亡情況 但印度媒體週五報導 在致命衝突中被中共俘虜的10名印度士兵 已於本週四被釋放 而衝突發生後的第三天 由中共主導的亞投行 便迅速向印度提供了7.5億美元的貸款 被外界解讀為是中共對印度的變相賠款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印度計畫對來自中國和其他地區的約300種產品 施加更高的貿易壁壘 並提高進口關稅來保護國內的企業 據路透社報導 印度的一份政府文件顯示 政府從4月份就開始審視這個計畫 這個計畫和印度總理莫迪最近宣布的 印度要更多本土製造 以及推廣本土產品的策略一致 新的關稅結構可能會在未來3個月內逐步完成 印度官員表示 政府正在考慮提高160至200種產品的進口關稅 對另外100種產品施加非關稅壁壘 例如需具備許可要求或更嚴格的質量檢查 目標是總價值80億至100億美元的 非必要低質量進口產品 這些產品使印度的產品失去競爭力 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貿易逆差國 2019財政年度 雙邊貿易額為880億美元 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535億美元 從去年4月至今年2月 印度對中貿易逆差達468億美元 產業人士表示 工程產品、電子產品 部分醫療設備都在印度政府考慮的專案計畫之列 印度已在2月份提高了對電子產品 玩具和家具等商品的進口關稅 次總理莫迪2014年上任以來 就誓言要促進以及保護本土製造業 近年來 他推動了印度製造計畫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 之後來看中國大陸蘇州台商企業被霸佔 來關注大陸的消息 蘇州台商詹君成最近在網上舉報 他在蘇州成立的兩家公司遭到當地官員的霸佔 毆打並趕走了工人 霸佔了他價值6000萬元的廠房和設備 向相關部門舉報多年都沒有結果 他本人和聯名的知情人 還遭到了當地警方的威脅恐嚇 蘇州台商詹君成分別在2011年和2005年 在蘇州市五中區用執政註冊成立 蘇州大力宏汽車配件有限公司 和蘇州大力申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詹君成表示2016年12月用執政副政長王宗林為首的團伙 霸佔了他的公司 將公司招牌強行摘下 掛上蘇州和機汽車配件有限公司的招牌 用搶劫來的車間和設備加工模具產品 非法謀取利益 詹君成提到當天行員金虎王盛成等黑惡勢力率領其經營的舞廳 浴池豢養的數十名內保持線搶劫 佔領他的工廠毆打正在作業的車間工人 趕走了工人財務帳本不讓帶走霸佔了廠房和設備 詹君成從2017年開始維權將舉報材料投到公安部 掃黑欽餓辦公室中紀委江蘇省紀委等 去年的中央督察組掃黑欽餓進行調查 卻都沒接過 他還曾到北京的台連也不被接待 詹君成說 吳中區警方反而保護強盜團夥 在2019年5月傳喚他 此外還傳喚舉報材料上附的聯名知情人 到公安機關實施威脅恐嚇 新唐記者熊斌王一貞採訪報導 本週日 北京時間下午將會出現日環石的奇觀 屆時 亞洲的部分地區將會看見火焰光環 同時也提醒人們 下至的到來 根據美國宇航局消息 本週日 日環石景象將從非洲中部開始 然後向東移動 途徑埃塞俄比亞 也門 阿曼 巴基斯坦 印度部分地區和中國等地 中國上次出現日環石 還是在2012年 戶別8年後奇觀再現 屆時西藏 四川 貴州 湖南 江西 福建等地的天文愛好者 可以一睹日食奇景了 臺灣也將看到日食現象 預計嘉義是能最大程度觀賞到這一現象的城市 據說 臺灣居民如果錯過這次夏至的日環石 就要等到195年以後了 因此 當天下午2點左右 人們將在公園進行公共觀賞活動 不過 用肉眼觀看日食 必須準備日食專用眼鏡 或太陽觀測專用減光濾紙 專家建議每次觀看的時間 最好不超過一分鐘 日食現象是在特定的條件下 月亮在穿過太陽與地球時 三個星球會形成三點一線 然後各自運行開來 在趨於接近直線時 就出現日食 而日環石看起來就像一環金光或火圈 不過 對天文學家來說 在日食現象中 日全食是較為罕見的一種 因為日食一年至少出現兩次 最多五次 而全食平均每三年才出現兩次 且人們只能在其路徑上的狹窄地帶觀看 2019年12月26日曾出現過日片食 新唐人記者妍綜合報導 稍後一起來看超過百萬人購買門票 川普助選大會屠殺再次登場 本週六 川普將舉辦美國重啟後的 首場大型的競選造勢活動 有超過百萬人登記門票 從週四開始就有支持者在場外搭帳篷排隊了 美國總統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 連任競選造勢大會 6月20日將在俄特拉荷馬州屠殺室再次登場 來自各地的部分支持者提前兩天就在場外等候了 超過百萬人登記者都要求這次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很早 每天他會給我們每一一人 每天都要給我們 每一人都要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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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我們是 黑、白、亞洲、藍、藍、藍 這是我去的9次 但在這段時間都離開了 我認為總統會有些很重要的主題 場外等候的川普支持者們並不過於擔心瘟疫 他們準備了口罩 不過大部分人沒有戴 我一直在祈禱 並不相信我會獲得疫苗 我工作在醫院 我身處在醫院 我個人沒有問題 我感覺如果想要穿衣服 你能夠穿衣服 我個人也想選擇 屠殺市長拜納姆原計劃從18日晚10點起至20日 在包括集會場地在內的周邊多個街區實施宵禁 因為他接到了執法部門的報告 此前在其他州的暴力抗議者已經被組織起來 前往屠殺 準備在造勢活動附近製造暴亂 不過川普在19日下午推文中宣布 在與屠殺市長的通話中被告知 今晚和周六不會有宵禁 川普也發推文警告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和縱火劫掠的暴徒 不要企圖到屠殺搞破壞 他們不會被允許像在紐約西雅圖或明尼阿波利斯 那些民主黨人主政的城市那樣肆意而為 預計這次屠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集會上 支持執法人員尊重法律與秩序是川普的優先話題 另外最高法院對Data等議題的裁決 不尊重美國國旗的行為 民主黨對手拜登及華盛頓腐敗官僚 主流媒體假新聞和重新開放的經濟等都很可能被談及 當然事關2020大選關鍵競選議題的美中關係問題 包括感染全球的中共病毒將成為關注焦點 新唐人記者李蘭綜合報導 紐約市將在下週進入重新開放的第二階段 這會不會讓憋妹已久的紐約人來一場夏日的旅行呢 來聽聽紐約客怎麼說 旅行確實聽起來激動人心 畢竟大夏天待在家裡 並不符合紐約人的生活方式 不過如今要是出門旅行 人們首先關心的還是安全問題 其實病毒疫情也延長了一些人的旅行 來自烏克蘭的Kate 在三月份來到紐約旅遊 因為疫情關係 她一直待到現在 才終於可以返回家鄉烏克蘭 對於有些人來說 旅行也許現在還不是時候 對於那些迫不及待要上路的人 他們或許會選擇一個 不與別人接觸的通行方式 自己開車還有一個福利是 如今的汽油價格 比去年大約要便宜60美分 另外現在旅行 景點不會像往常那麼擁擠 不過 新唐人記者金石唐成紐約報導 疫情之下韓國開演百老會音樂劇 廣告之後請回來 疫情還沒有完全消退 而韓國的音樂愛好者們 已經開始在劇院觀賞歌劇了 音樂劇歌劇魅影週四在首爾上演 是目前疫情之下全球罕見的 依然在演出的大型音樂劇 這讓我們感到很驚訝 我們現在的《幻想》 《幻想》 入場觀看演出時 觀眾必須戴口罩、消毒、檢查體溫 並提交健康調查表 演員也必須每天報告健康情況 歌劇魅影團隊的主要演員 還參加了在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 戶外舞臺上進行的在線表演 讓不能到劇場的觀眾一飽眼福 這部音樂劇將在首爾演出到8月 之後前往大邱 大邱曾是韓國的疫情中心 他們將在大邱完成最後一場演出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 好的 感謝收看這次的新唐人環球直擊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